多家外媒报纸头版斗达写着推特遭到不合理封杀 因为最新奈及利亚政府下令要将推特逐出境内 突如其来不能推文 奈及利亚民众抱怨连连 而导火线就是总统布哈里 布满推特在2号以违反发文规定为理由 禁字删除他的贴文 连资讯部长也硬起来公开力挺自家人 现在早已看不到的推文事实上是奈及利亚总统布哈里 指控东南部分离主义分子鼓动攻击警方 甚至点名推特执行长杜錫 声称他支持去年反警察暴力示威活动 不过强硬禁用推特恐将带来不少经济冲击 尤其奈及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根据统计当地推特用户高达4000万人 尽管目前仍有部分电信公司 还能够继续使用推特 但不少民众网络商业活动被迫中断 奈及利亚在2019年强化监管网络媒体 现在管控力道越雷越紧 包括欧美国家都纷纷发表声明 呼吁不该钳制人民言论自由 国际特赦组织 人权观察组织也予以谴责 欢迎新闻阳情综合报道